20岁的西班牙网谈新星阿尔卡拉斯 在星期天举行的女王俱乐部杯男单决赛中 以直落两盘6比4打败澳洲名将德米纳尔 拿下了职业生涯第一座女王杯 这场最新胜利除了把她推回到世界第一 也令她更有信心能赢下7月初登场的 温布顿网球锦标赛 实际上,我必须得更多质运在纳尔卡拉斯 如果我赢得更多质运在纳尔卡拉斯 我只会玩11赛业在纳尔卡拉斯 所以我必须得更多质运,更多质运 但当然,我必须得更多质运,更多质运 很棒的球员,很棒的球员 在纳尔卡拉斯 我认为自己一位最好的球员 尽管当天的决赛受到大风影响 但尔卡拉斯展现出比对手更出色的调整能力 双方在第一盘以4比4打平后 尔卡拉斯看准关键时刻发力 成功在夺下两分取得第一盘 第二盘一开局,双方打成二平之后 尔卡拉斯成功摆脱对手的纠缠 顺利收获个人职业生涯第一座草地球赛桂冠 接下来他将以世界第一的身份 出战温布顿网球锦标赛 第六位 十七位 到最前面で的